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古评》 首先看上证 收市收报2954点跌25点 上证近日算是横行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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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27,000以上 便下降 暂时仍然在26,500至27,000区间之间上落 而来说均线分别是100天线上方 下方10天线为之 大概是250点左右的一个区间 亦是差不多相同于今天日期开出 接近日期下降 刚刚这200多点左右 至于看完指数 最大影响指数得比较多的腾讯 今天亦有些不同方面的消息 利好利淡亦有 首先股价先过一步 股价都明显见到就觉得受压 跌1.3% 跌4.4%至317.6% 再一次就失手318元为止 有什么消息 消息方面 被公信部纳入电讯业务经营不良名单 是其下的公司 今早早已经跌了 早上已经跌了1.4% 317.6% 下周都维持在差不多的位置 好消息方面 有广电总局 又中了榜 新一批就有个游戏版号更新 今次就有腾讯代理Switch版的 称为新超级玛利奥兄弟UHO华版 就中了另一只猎人 一个游戏叫做 都中了榜 是的 所以都有一些利好消息 不过似乎 游戏方面的利好 作为都是一个常务的东西 只是他本身就是在做这个业务 就说未必太大的惊喜部 没错 看到股份也很努力 昨天就跟回市场一旦 当市场跌的时候 市场也跟跌 而且差不多消去 上个交易日反弹的一个幅度 今天也出现了至任足 成交也很大 如果再一次失手318元收的话 提醒大家 5月份和8月底 两个支持位 有机会都要再一次失手 如果再一次失手 大家都看到 这里提醒大家要警惕 就是腾讯出空头排列 10天、20天、50天线 现在全部向下 似乎很久都没有见过腾讯弱势 是的 如果腾讯出现这种情况 亦有很大机会 就会拉低整个指数 没错 如果现在比较拖累指数 还有就是 有帮 有帮、汇控 两个都出了业职 一个算是好业职 一个业职就一样 其实两个都一样 照样看来 有帮大员一日 都已经没得弹 因为昨天就喘易为好 除了香港之外 其他地区 特别内地的业务 都有不错的增长 没错 但今天也回来一点 今天冲五的时候 提醒大家 股份在79元的位置 又再撞回阻力区 又再回落 大任足一致 似乎短线都仍然未曾冲穿 什么大的阻力 只不过是一个跌浪的反弹 至于汇控 因为昨天已经是由升转跌 不要忘记 今天再一次跌下来的时候 就不单止失授了60元 齐头的关口 59元是四澳半 更加低位再达多额升 升未必代表定见底 大家要记住 升的代表 今天比较震荡 上落的幅度比较小 同时有机会在开市位附近收 但代表未曾找到 究竟向上或向下的方向 似乎昨天才刚刚展开跌浪 最新亦有摩根大通 研究报告预测 香港的情况 因为抗衣活动持续疏越 经济恶化 房地产价格又下跌 预计香港银行明年的利润 会下降24%至45% 2021年更加下降39%至67% 所以还说香港未来可能不是客户的全速储蓄被封港 都预计如果经济不好 那些银行业务都会比较差 是的 除了汇控之外 其实也要看看他的儿子 恒生昨天和母亲一起出了业绩 昨天也是下跌的 今天也要下跌1.2% 似乎股份今次都是主于反弹 提醒大家 在9月中的时候 股份其实一度 弹到黑色线 即是50天线 这些位置 就已经受阻了 现时再一次 今次 即是大概前日时间 或者上个星期 5的时间 再一次弹到黑色线 50天线 跟手就回头 所以到几天 每次都达不到这个位置 没错 基本因素还是技术走势 都是比较偏弱 两次都刚刚复权了 看完那些 好像做得一样 看看有没有好一点 这些药股也算逆市做好 我想这几天 或者强势都是药股 燃气股 以及物馆 亦有些继续破顶 主要是这几个板块 药股除了药名生物之外 昨天跟大家讲过2269 突破向上 突破了一个横行区 今天第二棍之外 还有什么好推介呢 平时讲开的石药 也不用说了 还是继续 今天上升百分之二 另外今天破顶的药股 还有一个 就是155八东阳光药 公司就是做一些流量 听起来就没那么认识了 但原来盈利也是不错的 盈利方面 首九个月的业绩 就是收入量按年增加157.7% 整倍多的增长 顺利也是增长127% 增长方面就很强劲 昨天一下子就高开 因为这个业绩都是27号上早出的 昨天就高开了 突破了前面的前顶 就是43.3毫半 确实在最近这半年 做了两个大底位 亦都准备一步向上 就是这样 如果要看回向上的目标 因为现时已经去到45.9% 很可能就要再看到 起码是100年 是的 100年时候的 有一个高位就在48.3毫半 这个已经是历史高位了 是 18年当时在大约2月 还有在6月的时候 一直都炒过上去 就是一个双顶 大约50的位置 有机会就去看看 会否可以突破到历史高位 如果再上的话 是的 这只高分其实现时 亦都在技术上 出现了多头排列 是 如果要看回现时的套 现在股份上已经是均线排好 而且近两天出现阳烛的时候 成交都有在 配合成交出现突破 如果说创新高的弱股 今天是方达 都继续劲 上午比较劲 下午似乎都开始缩了 阴烛天 是的 高位出现阴烛 因为今天一度仍在创新高 半日试的时候就升3% 现在下来就报5.5% 如果 我记得很多朋友有货 因为一直在破顶 如果现在下跌 是否可以继续继续继续 RSI有多少跟不上 虽然有点瑕疵 但始终 今天上影线的阴烛需要关注 看看它会不会在短期之内 就消化昨天的阳烛 甚至乎用近日一些主要的反弹位置 当是一个指赞的部署 估计较早之前 在10月24日曾经在5.03 那些位置开出 然后就来到今时今日 就叫做破顶 所以虽然是不能在高位收到 但是都可以留意5.03作为一个重大的支持 公司其实在8月的时候 虽然都升了一浪 如果8月同意一比 8月就 宣布南下港股通 一来有南下港股通 而且业绩原来是很漂亮的 半年纯利是929.4万美元 升了2.3倍 增长得非常之快 看看会不会就来到刚才说的5.03 有机会是找到支持 站稳 是的 恒生指数 因为现在已经4点了 恒生指数进入净价 之前是近乎跌落了 141点跌幅 26749点 对比今天最低位26729点 差20点左右 我们现在去一去广告 好 稍后看看股份收市的情况 稍后见 好 回到节目时间 恒生指竞价当中 重纳布26749点 跌141点 如果看一些移动点的股份 我想提醒大家 昨天炒过区块链的股份 1611 同城 昨天曾经一度升过 一直上去 开任足 最高至6.5 六个半都见过 昨天大阴烛 今天又是大阴烛 差不多都退归了 其实全部都是高开之后 阴烛下来 是的 如果那时才买就可惨了 这件事差不多要补充裂口 还有一种比较为人所认识的 尾图 尾图 1357 今天也要跌4.7 到百分点27 也是 高开之后 出现大阴烛 今天也进一步回补 裂口 基本上 等于没有了区块链 其实走势都迟 不过它没有那些夸张 好似 好 接下来大家有什么个股想看 看一只1475 就是CY 想看日清 就说 好像没什么动力 要不要走 7.14有货 其实未必一定要走 不过会悶一点 因为你看到较早之前的破围 当时大概是7.01 现在其实就差几个先 但是情况就是 它徘徊这些位 暂时又未曾见到 会有很大的阴烛 大成交下跌 是的 还有其实它仍在近历史高位 因为前面这个前顶 就是7.41 其实就是历史高位 我觉得都可以继续保持 暂时是这样 多头排列的情况之下 你预计它 可以准备一点 给它一些容忍度 是的 现在都很喜欢耐需饮食股 对 这里我想抢一只 7.88 铁塔 起动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 中兴出了好的业绩之后 其实都可以升 7.63中兴现在经价时电 升至3.4% 7.88 当然 至不然就会有些人觉得 其实究竟中兴也在 那会不会其实铁塔也在 因为都是5G的股份 今天确实有个升幅 2.4%的升幅 1.7% 不过留意 这个6.7% 是的 没错 就跟之前的1.7% 其实就在前底的位置 没错 其实强就未曾可以说强 现时只不过是 在估计是否是商底 不是1.6.7% 这些位置那么关键 不过要留意一下 中兴就隔夜出业绩号 铁塔其实已经出了业绩 所以是否真的还可以憧憬它转强 中兴业绩号不代表铁塔业绩号 其实有些人觉得 5G就是同类 是的 铁塔还要付钱 又不停要建机站 很多东西建 我都不建议 大家就自己留意 我只可以说 无货当然一定不会买 现时未见到它转强势 不过如果真是 捱都捱到今时今日 过去两天 亦都吃了不少京风散 最多就顶着 看着1.6.7% 就不要再失 又这么说 找机会 图生门 对 其实今天最低位是1.66% 所以其实 这么快就会没有回 所以看就一定要看实 看看图生门开到何时 我看到网上有个讨论区 也有一个区就是铁塔的哭桑区 也不知是什么区 曾经上去两个两号多 两个三的时候 坐到现在 一定有很多人 就发梦 未曾见顶 稍后会不会上回 就会等待 就等下 希望没有穿底 危险的 接着就看一只厉害的 6098 冰伏 Beyond 和3319 瓦生活 看看两只现价可否可入 其实这类型的物馆股 很多时都已经说可以入 除了是瓦生活 就有一些自身的被减持人数之外 都升了 没得好说 有几只物馆股都破顶 另外有些小一些 刚刚有六成服务 亦都是破顶的 另外早前也讲开了几只 其实都全部非常之厉害 2669个物馆都破顶 不过它破顶的步伐 比较缓慢一点 它是破顶的 不过它是两个两个坎婆 斯文一点 但情况都是属于好耗力的 是的 但它想看两只 他问迫伏了甚麽呢 可否入6098和瓦生活 如果两只来看 迫伏作一个止蚀位 我会选24.75 如果连被减持 都消化了坏消息 可能是不消化了 也会有一段时间 这个位置会设置在21.4 如果是这个止蚀位 是 看看哪一个 即是支持位距离现价近 那只 就选 是是是 两只都好 其实都差不多 其实都可以的 没错 问开又问 可能随便都回答一下 在Facebook上 Prisisla和Janica 他们两个都分别 就问3662 欧元健康 Prisisla 她就说 听我说 5.1进入了 以时上网多少 Janica就说 那位回落 有没有什么需要留意呢 今天确实曾经一度都破过顶 不过 就有少少压下来 结果暂时是收在6.17 要输两个先 其实有没有什么要留意呢 我觉得暂时都可以有它先 是的 都没什么大问题 其实 其实它真是算破顶 破得都非常之快 那些角度 45度角的向上升 其实是 一路破了之后 基本上震荡地上 我觉得 今天只不过是一颗升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型的 一些零淡的消息 你见到行业上 其实是很狠性的 所以大家就即管 有货的话 持有住 没有货的话 你必须生活 甚至乎这种奥元健康 或者我选给大家的中海物业 都可以的 是的 接着就看看 爱康医疗1789 很硬 Philip 他说可不可以买 是的 我们看到今天也有起动 升了9.6% 大成交 是的 也有资金流入 又突破了前顶 而现在消息方面 但最近没有什么新的新闻 最新的消息 已经是9月中 就是9月16日 当时之后也有大升 就是获得高领资本增持5千万股 涉资3.5亿元 今天又突然大成交升 当时的顶是8.64亿元 今天就突破买 如果说到刚才那间基金公司 现在增持的价格是7.01 现在已经去到8.9 他都很好赚 我想大概就是在9月的时候 最后的股份是整股 在7元头的位置站到 今天是属于一个有效突破 同时要留意 这股份目前已经是历史的高位 不排除 因为其实都是一些医疗相关类 它是做一些骨关节 那类的医疗器械 不应该是股顶 买不买 那就投机息 也是 因为如果你看到上次大升完之后 其实那天就会下跌 更加大 跌得多一点 即管看看 8.64亿元 属于一个有效突破 今天属于突破 而且配合大成交 自己衡量的风险 是的 接着又例 Jason1478 他已经放了 他说可能会爆声 我做错事 因为都有其他朋友问 CY也想问 可否保持 10个2号6有货 更加可以 其他人可以保持 一天都光了 希望以后不要再问 需要否追进 走了就走了 不要翻转头望 声声跌跌 不关你事 Jason 看另一只 好 接着看看 113 Karen 有货 7.5有货 想问一下 紫舌和支持位 现价是7.83 HP3 3 他也是 旦回过之前的横行位 5、6、7月横行 是 大约8元附近 暂时有预期预算 如果真的要订一个 如果真的要订一个指舍位 可以参考穿十天线 三条七之前有一个小小的位置 因为它是七个半 除了穿十天线便是七个七 即是还有两毛钱 再和它争取多七个线 尽量赚多一点点赚 接下来看看Lanfong有个992联赏 很久没看它了 有点启动 Lanfong是五个七毫八有货 可否继续呢 它又是捱过了一段日子 现在又有点起饰 五个六毫四了 可以继续,但仍然有排门 今天亦不见是确认突破 如果你真的看得到 其实刷都可以的 原来较早之前十月四毫高位 五个六毫三 今天是五个六毫四 即是刚刚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上多一点点 看回六个零五 是八月中的位置 试试看看有没有机会 是否低位做三个底 是呀 但是就不见到 今天有些很大的移动成交 或者消息 暂时都是未有的 嗯 好 好 好 KamKam说想看三八一三 刚才都分析过 就是雅生活 三八一三 三八一三 哦 对 不是三三一九 看错了 保姓 分析一下 现价就是两个八 其实早前一度高见两个八毫二 两个八毫二 其实就是它准备要破顶 但现在站在这 因为它是两个八毫二 所以这个历史高位 看来就有点阻力 是啊 但是它就在这些位置整固 又没有说即是 即是它准备了 我觉得呢 现时其实我看很多指标 包括它成交 没有力了 那么就 慎防它穿十天线 会落下前顶两个六 哦 那就有点距离了 是啊 现时不要追的了 我想落下两个六 买会好些 它两个一毫八有货 赚很多了 赚几成 我建议你看着十天线后 短线吃一吃 十天线挨两个七毫 好 现在就看看 杏子完成了竞价时段 收在26786点跌104点 全日总成交是7888亿 我们这次时间就到这里 明早9点15分 再和大家看市 明早见 拜拜